话说凤姐听了小丫头的话 又气又急又伤心 不觉吐了一口血 便昏晕过去 坐在地下 平儿急来靠着 忙叫了人来搀扶着 慢慢地送到自己房中 将凤姐轻轻地安放在炕上 立刻叫小红针上一杯开水送到凤姐唇边 凤姐瞎了一口 昏迷仍睡 秋童过来掠桥了一桥 却便走开 平儿也不叫她 只见凤儿在旁站着 平儿叫她快快地去回明白了二奶奶吐血发晕不能照应的话 告诉了行王二夫人 行夫人打量凤姐推并藏朵 因这时女亲在内不少 也不好说别 的心里却不全信 只说 叫她歇着去吧 众人也并无言语 只说这晚人客来往不绝 幸得几个内亲照应 家下人等见凤姐不在 也有偷闲 也有偷闲些力的 乱乱吵吵 已闹得七颠八道 不成尸体了 到二更多天远刻去后 便预备瓷灵 校幕内的女眷大家都哭了一阵 只见鸡羊已哭得昏晕过去了 大家扶住 垂闹了一阵才醒过来 便说老太太疼我一场我跟了去的话 众人都打量人到悲哭 具有这些言语 也不理会 到了瓷灵之时 上上下下也有百十余人 只鸳鸯不在 众人忙乱之时 谁去捡点 到了琥珀等一干的人 哭电之时 却不见鸳鸯 想来是他哭乏了 站在别处歇着 也不言语 瓷灵以后 外头贾正叫了贾脸问明送病的事 便商量着派人看家 贾脸回说 上人里头派了云儿在家照应 不必送病 下人里头派了林之孝的一家子照应拆棚等事 但不知里头派谁看家 贾正道 听见你母亲说是你媳妇病了不能去 就叫他在家的 你真大嫂子又说你媳妇病得厉害 还叫四丫头陪着 带领了几个丫头 婆子照看上屋里才好 贾脸听了 心想 真大嫂子与四丫头两个不合 所以窜跺着不叫他去 若是上头就是他照应 也是不中用的 我们那一个又病着 也难照应 想了一回 回贾正道 老爷姐歇歇儿 等进去商量定了再回 贾正点了点头 贾脸便进去了 谁知此时鸳鸯哭了一场 想到自己跟着老太太一辈子 身子也没有着落 如今大老爷虽不在家 大太太的这样行为我也瞧不上 老爷是不管事的人 以后便乱世为 王起来了 我们这些人 不是要叫他们多弄了吗 谁收在屋子里 谁配小子 我是受不得这样折磨的 倒不如死了干净 但是一时怎么样的个死法呢 一面想一面走回老太太的套间屋内 刚跨进门 只见灯光惨淡 隐隐有个女人拿着汗金子好似要上吊的样子 鸳鸯也不惊怕 心里想到 这一个是谁 和我的心是一样 倒比我走在头里了 便问道 你是谁 咱们两个人是一样的心 要死一块死 那个人也不打眼 鸳鸯走到跟前一看 并不是这屋子的丫头 仔细一 看 觉得冷气亲人时就不见了 鸳鸯待了一待 会出在抗炎上坐下 细细一想到 哦 是了 这是东府里的小荣大奶奶啊 她早死了的了 怎么到这里来 必是来叫我来了 她怎么又上吊呢 想了一想到 是了 必是交给我死的法儿 鸳鸯这么一想 邪亲入骨 便站起来 一面哭 一面开了庄霞 取出那年脚的一柳头发 揣在怀里 就在身上解下一条汗巾 按着秦氏方才笔的地方拴上 自己又哭了一回 听见外头人客散去 恐有人进来 急忙 关上屋门 然后端了一个脚凳自己站上 把汗巾拴上扣儿套在咽喉 便把脚凳登开 可怜咽喉气绝 香魂出窍 正无头奔 只见秦氏隐隐在前 鸳鸯的魂魄急忙赶上说道 荣大奶奶 你等等我 那个人道 我并不是什么荣大奶奶 乃景患之魅可轻事也 鸳鸯道 你明明是荣大奶奶 怎么说不是呢 那人道 这也有个缘故 待我告诉你 你自然明白了 我在景患宫中原是个钟情的首座 管的是风情乐寨 降临尘事 自当为帝 异情人 引这些痴情怨女早早归入情思 所以该当悬梁自尽的 因我堪破烦情 超出秦海 归入晴天 所以太虚幻境痴情一丝静字无人掌管 今仅幻仙子已经将你补入 替我掌管此丝 所以命我来引你前去的 鸳鸯的魂道 我是个最无情的 怎么算我是个有情的人呢 那人道 你还不知道呢 世人都把那淫欲之事当作情字 所以做出伤风败化的事来 还字为风月多情 无关紧要 不知情之一字 喜怒哀乐未发之时便是个性 喜怒哀乐 已发便是情了 至于你我这个情 正是未发之情 就如那花的含苞一样 绿带发泄出来 这情就不为真情了 鸳鸯的魂听了点头会议 便跟了秦氏可亲而去 这里琥珀瓦辞了灵 听行王二夫人分派看家的人 想着去问鸳鸯明日怎样坐车的 在贾母的外间屋里找了一遍不见 便找到套间里头 刚到门口 见门二掩着 从门缝里望里看时 只见灯光半明不灭的 隐隐绰绰 心里害怕 又不听见屋里有什么动静 便走回来说道 这蹄子跑到那里去了 披 头见了珍珠 说 你见鸳鸯姐姐来这没有 珍珠道 我也找他 太太们等他说话呢 必在套间里睡着了 吧 琥珀道 我瞧了 屋里没有 那灯也没人加腊花 漆黑怪怕的 我没进去 如今咱们一块儿进去瞧 看有没有 琥珀等进去正加腊花 珍珠说 谁把脚凳料在这里 几乎伴我一跤 说着往上一瞧 虎的爱约一声 身子往后一仰 咕咚的栽在琥珀身上 琥珀也看见了 便大嚷起来 只是两只脚挪不动 外头的人也都听见了 好近 来一瞧 大家嚷着暴雨 行王二夫人知道 王夫人宝钗等听了 都哭着去瞧 行夫人道 我不料鸳鸯到有这样志气 快叫人去告诉老爷 只有宝玉听见此信 便虎得双眼直竖 习人等慌忙扶着 说道 你要哭就哭 别憋着气 宝玉死命的才哭出来了 心想鸳鸯这样一个人 偏幼这样死法 又想实在天地间的灵气毒中 在这些女子身上了 他算得了死所 我们究竟是一见着物 还是老太太的儿孙 谁能敢得上他 妇又喜欢起来 那时宝钗听见 宝玉大哭 也出来了 急到跟前 见他又笑 席人等忙说 不好了 又要疯了 宝钗道 不妨是 他有他的意思 宝玉听了 更喜欢宝钗的话 倒是他还知道我的心 别人那里知道 正在胡思乱想 贾正等进来 着实地揭探着 说道 好孩子 不妨老太太 疼他一场 急命贾脸出去 吩咐人连夜买官胜恋 明日便跟着老太太的病送出 也停在老太太官后 全了他的心智 贾脸答应出去 这里命人将鸳鸯放下 停放里间屋内 平儿也知 到了 过来同袭人婴儿等一干人 都哭得哀哀欲绝 内中子娟也想起自己终身一无着落 恨不跟了林姑娘去 又全了主仆的恩义 又得了死索 如今空悬在宝玉屋内 虽说宝玉仍是柔情密意 究竟算不得什么 于是更哭得哀切 王夫人急传了鸳鸯的嫂子进来 叫她看着入恋 主语行夫人商量了 在老太太巷内赏了她嫂子一百两银子 还说等闲了将鸳鸯所有的东西聚赏她们 她嫂子磕了头出去 凡喜欢说 真真的我们姑娘是各有稚气的 有造化的 又得了好名声 又得了好发送 旁边一个婆子说道 爸呀嫂子 这会子你把一个活姑娘卖了一百银子 便这么喜欢了 那时候而给了大老爷 你还不值得多少银钱呢 你该更得意了 一句话戳了她嫂子的心 变红了脸走开了 刚走到二门上 见灵芝笑带了人抬进棺材来了 她只得也跟进去帮着胜炼 贾一哭嚎了几声 贾正因她为贾母而死 要了香来上了三柱 做了一个医 说 她是殉葬的人 不可做丫头论 你们小一辈都该行个礼 宝 欲听了 喜不自胜 走上来公公敬敬磕了几个头 贾连想她素日的好处 也要上来行礼 贝行夫人说道 有了一个爷们便罢了 不要折寿她不得超声 贾连就不便过来了 宝钗听了 心中好不自在 便说道 我原不该给她行礼 但知老太太去世 咱们都有未了之事 不敢胡为 她肯替咱们尽孝 咱们也该脱脱她 好好的替咱们 服侍老太太西去 也少尽一点自信哪 说着服了婴儿走到灵前 一面垫酒 那眼泪早扑速速流下来了 便必败了几败 狠 狠的哭了她一场 众人也有说宝玉的两口子都是傻子 也有说她两个心肠而好的 也有说她知理的 贾正反倒合了意 一面商量定了看家的仍是凤姐西春 愚者都遣去半岭 一夜谁敢安眠 一到五更 听见外面奇人 到了晨初发隐 贾正居长 摔麻哭泣 急进孝子之里 林就出了门 便有各家的路迹 一路上的风光不必细数 走了半日 来至铁剑四安陵 所有孝男等巨婴在庙半宿 不提 且说家中林知孝带领拆了棚 将门窗上好 打扫进了院子 害了寻羹的人到晚打更上夜 只是容辅归立 一二羹 三门眼上 男人便进不去了 里头只有女人们茶叶 凤姐虽隔了一夜 渐渐的神气清爽了些 只是那里冻的 只有平儿同着西春各处走了一走 复分了上夜的人 也便各自归房 却说周睿的干儿子和三 去年贾珍管事之时 因他和鲍二打架 被贾珍打了一顿 免在外头 终日在赌场过日 尽知贾母死了 必有些事情领办 岂知叹了几天的信 一些也没有想透 便矮声叹气的回到赌场中 闷闷的坐下 那些 人便说道 老三 你怎么样 不下来捞本了吗 和三道 道想要捞一捞呢 就只没有钱吗 那些人道 你到你们周大太爷那里去了几日 府里的钱你也不知弄了多少来 又来和我们装穷儿了 和三道 你们还说呢 他们的金银不知有几百万 只藏着不用 明儿留着不是火烧了就是贼偷了 他们才死心呢 那些人道 你又撒谎 他家抄了家 还有多少金银 和三道 你们还不知道呢 抄去的是料不了的 如今老太太死还留了好些金银 他们一个也不死 都在老太太屋里搁着 等送了病回来才分呢 那中有一个人听在心里 置了几头 便说 我输了几个钱 也不翻本儿了 睡去了 说着 便走出来拉了和三道 老三 我和你说句话 和三跟他出来 那人道 你这样一个灵力人 这样穷 为你不服这口气 和三道 我命里穷 可有什么法儿呢 那人道 你才说荣府的银子这么多 为什么不去拿些使唤使唤 和三道 我的哥哥 他家的金银虽多 你我去 白要一二钱 他们给咱们吗 那人笑道 他不给咱们 咱们就不会拿吗 和三听了这话里有话 便问道 依你说怎么样拿呢 那人道 我说你没有本事 若是我 早拿了来了 和三道 你有什么本事 那人便轻轻地说道 你若要发财 你就饮个头儿 我有好些朋友 都是通天的本事 不要说他们送病去了 家里剩下几个女人 就让有多少男人也不怕 只怕你没这么大胆子罢咧 和三道 什么敢不敢 你打量我怕那个干老子吗 我 是瞧着干妈的琴儿上头 才认他做干老子罢咧 他又算了人了 你刚才的话 就只怕弄不来到招了饥荒 他们那个衙门不熟 别说拿不来 抗货拿了来 也要闹出来的 那人道 这么说你的运气来了 我的朋友还有海边上的呢 现今都在这里看个风头 等个门路 若到了手 你我在这里也无意 不如大家下海去受用不好吗 你若料不下你干妈 咱们索性把你干妈也带了去 大家伙儿乐一乐 这些话混说的什么 说着 拉了那人走到一个僻静地方 两个人商量了一回 个人分头而去 暂且不提 且说包永自被贾政邀喝派去看园 贾母的事出来也忙了 不曾派他拆使 他也不理会 总是自作自吃 闷来睡一觉 醒时便在园里耍刀弄棍 倒也无拘无束 那日贾母一早出病 他虽知道 因没有派他拆使 他任意咸游 只见一个女妮带了一个道婆来到园内妖门那里叩门 包永走来说道 女师父那里去 道婆道 今日听得老太太的事完了 不见四姑娘送病 想必是在家看家 想他寂寞 我们师父来瞧他一瞧 包永道 主子都不在家 园门是我看的 请你们回去吧 要来呢 等主子们回来了再来 婆子道 你是那里来的个黑探头 也要管起我们的走动来了 包永道 我嫌你们这些人 我不叫你们来 你们有什么法儿 婆子生了气 嚷道 这都是反了天的事了 连老太太在日还不能拦我们的来往走动呢 你是那里的这么个横强盗 这样没法没天的 我偏要打这里走 说着 便把手在门环 上狠狠地打了几下 妙玉已气得不言语 正要回身便走 不料里头看二门的婆子听见有人扮嘴似的 开门一看 见是妙玉 已经回身走去 明知必是包永得罪了走了 近日婆子们都知道上头太太们四姑娘都亲近得很 恐她日后说出门上不放她进来 那时如何担得住 赶忙走来说 不知师父来 我们开门迟了 我们四姑娘在家里还正想师父呢 快请回来 看园子的小子是个新来的 他不知咱们的事 回来回了太太 打她一顿免出去就完了 妙玉虽是 听见 总不理她 那经得看妖门的婆子赶上再四央求 后来才说出怕自己单不是 几乎急得跪下 妙玉无奈 只得随了那婆子过来 包永见这般光景 自然不好拦她 气得瞪眼叹气而回 这里妙玉带了道婆走到西春那里 到了脑 叙了些闲话 说起在家看家 只好熬个几夜 但是二奶奶病着 一个人又闷又是害怕 能有一个人在这里我就放心 如今里头一个男人也没有 今儿你既光降 肯伴我一宵 咱们下棋说话儿 何时得梦 妙玉本字不肯 见 西春可怜 又提起下棋 一时高兴应了 打发道婆回去取了她的茶具一入 命事儿送了过来 大家座谈一夜 西春心性异常 便命彩瓶去开上年捐的雨水 预备好茶 那妙玉自有茶具 那道婆去了不多一时 又来了个侍者 带了妙玉日用之物 西春亲自烹茶 两人言语投机 说了半天 那时已是出更时候 彩瓶放下棋瓶 两人对异 西春连书两盘 妙玉又让了四个子儿 西春方迎了半子 这是一道四更 天空地阔 万籁无声 妙玉道 我道五更须得 打坐一回 我自有人服侍 你自去歇息 西春有事不舍 见妙玉要自己养神 不便扭他 正要歇去 猛听的东边上 屋内上夜的人 一片声寒起 西春那里的老婆子们 也接着声嚷道 了不得了 有了人了 虎得西春彩平等 心胆剧烈 听见外头上夜的男人 便声寒起来 妙玉道 不好了 必是这里有了贼了 正说着 这里不敢开门 便掩了灯光 在窗户眼内往外一瞧 只是几个男人站在院内 唬得不敢作声 回身摆着手 轻轻地爬下来说 了不得 外头有几个大汉站着 说尤未了 又听的房上响声不绝 便有外头上夜的人 进来吆喝拿贼 一个人说道 上屋里的东西都丢了 并不见人 东边有人去了 咱们到西边去 西春的老婆子 听见有自己的人 便在外间屋里说道 这里有好些人上了房了 上夜的都道 你瞧 这可不是吗 大家一起嚷起来 只听房上飞下好些瓦来 众人都不敢上前 正在没法 只听员门 妖门一声大响 打进门来 见一个烧掌大汉 手执木棍 众人唬得藏躲不及 听得那人喊说道 不要跑了他们一个 你们都跟我来 这些家人听了这话 越发虎的骨软筋 连跑也跑不动了 只见这人站在当地 只管乱喊 家人中有一个眼尖歇的 看出来了 你倒是谁 正是真家见来的包勇 这些家人不觉胆壮起来 便颤巍巍地说道 有一个走了 有的在房上呢 包勇便向地下一扑 耸身上房追赶那贼 这些贼人明知假家无人 先在院内偷看西春房内 见有个角色女迷 便顿起银心 又欺上巫巨是女人 且又畏惧 正要 踹进门去 因厅外面有人进来追赶 所以贼重上房 见人不多 怀想抵挡 猛剑一人上房赶来 那些贼剑是一人 越发不理论了 便用短兵抵住 那经得包勇用力一棍打去 将贼打下房来 那些贼飞奔而逃 从圆墙过去 包勇也在房上追捕 起支援内早葬下了几个在那里结葬 已经结果好些 剑贼火跑回 大家举蟹保护 剑追的只有一人 名妻寡不敌众 反倒迎上来 包勇一剑 生气道 这些毛贼 敢来和我斗斗 那火贼便说 我们有一个火器 被他们打倒了 不知死活 咱们索性抢了他出来 这里包勇闻声击打 那火贼便抡起器械 四五个人围住包勇乱打起来 外头上夜的人也都仗着胆子 只顾赶了来 众贼见斗他不过 只得跑了 包勇还要赶时 被一个箱子一半 立定看时 心想东西未丢 众贼远逃 也不追赶 便叫众人将灯照着 地下只有几个空箱 叫人收拾 他便欲跑回上房 因路径不熟 走到凤姐那边 见里面灯烛辉煌 便问 这里有贼没有 里头的平儿站 惊惊地说道 双引号 这里也没开门 只听上屋叫喊说 有贼呢 你到那里去吧 包勇正摸不着路头 摇见上夜的人过来 才跟着一起寻到上屋 见是门开户起 那些上夜的在那里啼哭 一时贾云林之孝都进来了 见是湿道 大家着急进内茶点 老太太的房门大开 将灯一照 锁头拧折 进内一瞧 香柜已开 便骂那些上夜女人道 你们都是死人吗 贼人进来你们不知道的吗 那些上夜的人提哭着说道 我们几个人轮更上夜 是管二三更的 我们都没有住脚前后走的 他们是四更五更 我们的下班儿 只听见他们喊起来 并不见一个人 赶着照看 不知什么时候 把东西早已丢了 求爷们问管四五更的 林之孝道 你们个个要死 回来再说 咱们先到各处看去 上夜的男人领着 走到游室那边 门二关锦 有几个接音说 胡死我们了 林之孝问道 这里没有丢东西 里头的人方开了门道 这里没丢东西 林之孝带着人走到西春院内 只听的里面说道 了不得了 胡死了姑娘了 醒醒而霸 林 之孝便叫人开门 问是怎样了 里头婆子开门说 贼在这里打仗 把姑娘都唬坏了 归得庙师傅和彩平 才将姑娘救醒 东西是梅师 林之孝道 贼人怎么打仗 上夜的男人说 幸亏包大爷上了房 把贼打跑了去了 环听见打倒一个人呢 包永道 在园门那里呢 贾云等走到那边 果见一人躺在地下死了 细细一瞧 好像周睿的干儿子 众人见了诧异 派一个人看守着 又派两个人照看前后门 据仍旧关锁着 林之孝便叫人开了门 报了 银官立刻到来查看 他查贼既是从后家到上屋的 到了西院房上 见那瓦破碎不堪 一直过了后园去了 众上夜的齐声说道 这不是贼 是强盗 银官着急道 并非明火执杖 怎算是道 上夜的道 我们赶贼 他在房上置瓦 我们不能进钱 幸亏我们家的信包的上房打退 赶到园里 还有好几个贼竟与信包的打仗 打不过信包的才都跑了 银官道 可又来 若是强盗 道打不过你们的人吗 不用说了 你们快查清了东西 递了诗丹 我们报就是了 贾云等又到上屋 已见凤姐伏病过来 西春也来 贾云请了凤姐的安 问了西春的好 大家查看失误 因鸳鸯已死 琥珀等又送灵去了 那些东西都是老太太的 并没见数 只用封锁 如今打从那里查去 众人都说 相贵东西不少 如今一空 偷的时候不小 那些上夜的人管什么的 况且打死的贼是周瑞的 干儿子 必是他们通通一气的 凤姐听了 气得眼睛直瞪瞪的便说 把那些上夜的女人都拴起来 交给营里审问 众人叫 苦连天 跪地哀求 不知怎声发放 并失去的物有无着落 下回分解 谢谢 感谢观看